今年来环保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 再加上南投县是重要的风景区 由爱心业者就捐赠两台纯电大型重型机车给陷阱区 让警察同仁在执行业务的时候 可以减少噪音以及空气污染 县长许淑花也代表接受捐赠 同时颁发感谢状 感谢业者的爱心付出 许淑花县长也进一步指出 锦历不足的部分也会在近三年来不及 非常帅气的摩托车 这台警用重机是纯电的 南投有爱心业者 是捐赠两台纯电大型重型机车 给南投县政府警察局 县长许淑花代表接受捐赠 并且颁发感谢状 也希望可以借此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让更多爱心人士共同响应 从南投这个观光大县开始 能够替国家慢慢的做到节能减碳 从我们南投县开始做起 很多企业来跟我们的县政府来合作 那由我们县政府开始做起环保这一块 不仅对于政府在低碳永续 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 还有一种宣誓之外 最重要的也能够让企业回馈地方的心意 能够完全的表达 南投县是重要风景区 警察局在假日执行交通疏导 或是重要特种勤务 都需要仰赖大型重机 有纯电重机后 就可以减轻噪音以及空气污染 那我们也希望呢 政府如果真的要达到永续发展的效果 未来在整体的预算上面 应该也要实际的编列 所以我们也请这个中央呢 能够对于实际上 不管是在警政署这边的人力编制 或者是我们地方 这种设备的提升呢 都能够帮助我们地方 来做更多的一个这个协助 南投县长许淑华进一步表示 警力不足的部分 会在近三年来补齐 对于在现在的人力不足的部分 近三年我们也会来补齐 还有包括像在现在非主力的这个同仁呢 其实也是非常的 派主所的同仁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们也会透过一些奖励的部分 来实际上来奖励他 让他们呢 能够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呢 能够也感受到政府对他们的关心 这两台纯电大型重机效能不错 从零加速到100只要2.8秒 速度最快可以达到200公里 在满电的情况下 在市区道路可以续航400公里 综合道路也能续航230公里 记得差一卡南投县采访报道